大家好,现在大家在网上都在讨论马云定居日本这个事 实际在一年前,马云先是去了西班牙 后面就不知道去哪了 然后现在是有确切的消息 他已经到达了日本 而且在日本已经住了有半年多了 那么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这个号称爱国爱党的马云 他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呢 去了日本 他又是拿着什么身份呢 他是不是像冯小刚他们以前就办好了移民 只是现在出国呢 实际这些问题呢,都是网民所关心的 那么我这两天呢,也是看了一些文章 我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 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马云到底是什么身份 那么首先我说像他们这样的人啊 拿到几个国家的身份啊,这个不奇怪 你像孟晚舟身上就揣着七本护照 那么我想像马云这样的人啊 他要拿一个不起眼国家的护照 那是非常容易的 比方说欧洲的塞浦都斯亚,希腊这样的国家 甚至西班牙这样的国家 这个护照他是随便拿的 但是从现在我们还看不到 他到底拿了欧洲国家护照没有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从现在人们反映的情况来看呢 他应该是没有拿美国跟加拿大的护照 这个人们多方考证啊 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那么现在呢,有人总结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马云呢,应该是中国国籍 但是呢,他从阿里巴巴这个陆续卸任的CEO 和董事局主席身份以后啊 他仅仅是保留了董事会成员的身份 此外呢,马云含有日本软银董事 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理事会主席 兼全球董事会成员 华裔兄弟董事 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董事 联合国数字合作 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等身份 等于说他身上也还有很多社会的这个职位吧 那么这里头呢 有一个身份呢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就是2016年 马云以联合国特别顾问的身份 获得了红色特别通行证 在联合国系统内部 该特别顾问相当于联合国秘书长助理 该向了任命 由联合国秘书长亲自为马云签发 这意味着从此刻起 马云已成为正式的联合国官员和全球公民 这个护照是一个很牛逼的护照 相当于全球护照 你拿着这个护照 在联合国的成员国呢 随便去 可以说这个全球公民了吧 所以以前传说的他有哪国护照呀 等等那些东西呢 已经是不重要了 他已经拿到了一个全球的最牛的护照 那么这里头呢 还介绍呢 这个联合国通行证呢 分为蓝卡红卡两种 大多数官员的呢 拿的是这个蓝卡 谁这个蓝卡呢 就是证明啊 你是联合国的一个官员 相当于一个外交护照 你可以在联合国的各成员国之间呀 随意走动 这个蓝色的已经很牛了 那么马云呢 是拿的红色的 这个更顶级了 我估计全球呀 也没有罚多少个 现在人们猜测呢 马云是用了这个护照呢 到了日本 而且好像他一家人呢 都到了日本 另外日本媒体报道说呢 马云在香根呢 有一栋2000平米带地下室的别墅 这个别墅是在2016年 被日本首富孙正义卖出的 买家是一位来自英属维京群岛的中国人 日本媒体猜测呢 这个中国人呢 就是马云 那么从这点我们能看到啊 这个马云应该拥有 英属维京群岛的护照 所以就像我前面说的啊 马云这种级别的人啊 开上几本护照 都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现在呢 就是马云这个身份的这个谜团呢 就解开了 他应该用的是联合国的红色护照 那么在这个护照之下 别的护照呢 也都不值得一提了 所以他的这个身份啊 就没有问题 那么人们猜猜呢 马云到日本去 是不是去一养天年了呢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还不是这样的 因为马云在日本呢 并没有闲着 还很活跃 他还是银座私人会所的这个常客 那么那个场所我也没去过啊 但是我看这个介绍来说呢 那个银座的私人会所呀 那要升价多少以上的人呢 才能到那个会所里头去 然后那个会所呢 经过多年的发展呢 也是一个富豪俱乐部一样吧 很多富豪呢 在这里交流信息 相互洽谈一些生意 那么马云积极的出入这个场所 证明马云呢 没有闲着 可能也在运作一些事情吧 另外我们来看啊 马云为什么选了半天 他跑到这个日本去了呢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不甘心 马云这个人啊 他自认为他非常能行 他也觉得他非常聪明 而且他的口称也很好 而且他还懂英语 他认为啊 他高出常人一节 你看啊 马云在演讲的时候 甚至在自己写书的时候 他是毫不客气的 他认为他就是中国的顶地人才 他甚至搞了个支付宝呢 他都赶在金融系统的会议上呀 直接批评中国的银行系统 那你想他这个人还是比较狂妄的 所以他现在被中共把他清除场啊 我觉得他心里头呢 还是不服气的 那么从他跑到这个方向 我们就能看出来 他跑到日本去了 因为阿里的起家呢 完全是靠孙真义扶起来的嘛 就是你马云有千般的能力 没有孙真义 没有软银的这个资金注入 那么谁还知道世界上有个马云呢 所以他跑到日本去 是不是想跟孙真义啊 再联手呢 搞一些什么事情 刚好这两年呢 孙真义的投资呢 好像也有一些问题 是不是想跟马云啊 强强联合 再搞一些大事情呢 这个都有可能性啊 那么我们再看日本媒体的介绍啊 说是日本政府呢 非常欢迎马云长期在日本生活 并且希望他在日本大展拳脚 能够在日本建立起 如阿里巴巴一样的商业帝国 刺激日本消费市场 推动日本经济发展 并畅想日本能够借助马爸爸之手 把日本打造成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大市场 所以我觉得啊 马云跑到这个日本去呢 绝对是经过周密计划的 也许他在去之前呀 就跟日本政府呢 有了秘密接触 更不要说他的战略伙伴孙真义了 那在日本人们更广了 那么现在马云在日本待了半年 他已经是东京那几家私人俱乐部的常客了 证明他心里头呀 依然装着他那个阿里帝国的 他并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 可能还想在日本呢 东山再起 就跟共产党呀 争着一口气 你把我逼走了 那么我到你的竞争对手那边去 我拉一票人马 我再干出一番事业来 让你中共来看一下 我想马云以前站的那么高的人 又那么自负的人 怎么会轻易的走下历史舞台呢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啊 马云在日本呢 就是想搞大事情 这个习近平上来这么十年呀 把中国呀就搞成这个样子了 实际七八年前呀 这个易中天教授就说过嘛 一旦一个国家的财富精英也走了 知识精英也走了 那么留在这个国家的 只有贫穷跟愚昧 那么大家看吧 多少有本事的人都出国了 多少有钱的人都跑了 像马云这样一代人的偶像呀 也都跑到日本去创业去了 这个反过来啊 对中国年轻人的刺激是非常大的 他要跑到美国还好一点 因为美国一般还是一个中立的角色 但是日本呢 跟中国是世仇呀 以后要曾经崇拜马云的人 情何以堪呢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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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